星期五的早上開始 今天的《千禧年代》我是葉冠凌 歡迎大家收聽這個節目 今天繼續跟進一下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講話 昨天他發表了講話 今天還有一些活動 據了解今天晚上應該會離開香港 昨天的講話內容 主題是在國家憲法及基本法下 香港作為國家特別行政區的角色與使命 大家都關注到聯誼有多大重點 李飛有講到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 有評論到港獨 也講到23條立法 以及講到青少年 當中23條立法也講到 到現在還未立法 也能夠全面落實 法律決委所帶來的不良影響 相信大家已經有目共睹 提到這一點 另外也講到 在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之上 法律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根和原 當初釐清了他們一些觀點 另外 昨天李飛的講話 大家也留意到 香港部分的學校 大概50間有一個直播 大家怎麼看 李飛的講話 重點是講到23條 可能大家對這個話題都比較敏感 緊張些 大家怎麼看 香港是否到時期要做23條 17231歡迎大家帶來聊聊 另外學校有些直播方面 不知道有沒有學生 家長又看到是怎樣的 你覺得整個安排是怎樣的 17231歡迎帶來聊聊 今天早上我們請來一位嘉賓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 早上葉建源 早上 昨天你是唯一一個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出席的研討會 你進去覺得怎樣 昨天 我進去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普通的研討會 所以我覺得我聽一下 進去的時候 當然之前已經說 你是唯一一個民主派的議員 所以也有很多記者在場 我進去 其實一般這樣的情況 就坐下 看到相當多政府官員 我們有一些建制派的議員 我就坐在立法會議員的席位那邊 開始聽 其實一般情況 都沒有特別 直到休息的時間 稍為特別 休息時間 開始的時候 我跟記者說 不如我休息時間出來 做一些回應 但是在休息時間 工作人員指著我們議員 進去休息室 在休息室 李飛原來也是在那個地方 當下才知道 你之前沒有特別安排 沒錯 進去才知道 於是看到他在這裡 趁機掌握了幾分鐘時間 跟他聊幾句 我講了一些我的看法 主要是表達我的意見 譬如說 昨天他的研討會 那個專題演講 就用直播方式 去給中學生看 我就跟他說 我也覺得自己可能也不太客氣 對他來說 其實我不太同意這個安排 我覺得這個安排不適合 然後他的回應 他沒有顯露到很生氣 他只是相當的鬆容地跟我說 其實在準備這次演講的時候 都感覺到很困難 很困難的地方 就是現場一批對象 就是一班對《基本法》 可能相當了解的一班人 另外中學那裏 有一班中學生在看直播 他們對《基本法》 對各方面的了解 可能沒有那麼多 如果他要遷就中學生的話 就要把內容說得很淺 很淺白 在場的那班來參加研討會的人 就覺得其實沒有意思 所以他就覺得在準備的時候 都感覺到有點困難 我覺得這個回覆都相當實在 說出了他的自己的感受 我覺得其實為什麼 香港特區政府要做一個安排 我想大家都會拋頭 因為其實現場的這個研討會 的性質是屬於高層次 就是政府所說的一個紀念 是回歸20週年一個高層次的研討會 這個高層次的研討會 你找到李菲來講 他當然是講一些深度沒有人有的事情 這次其實他已經用了一些淺白的語言 從那裡來等等 還有大家也知道 李菲的演講的風格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比較平板的一種方式 沒有什麼很大的動作 更加不會有什麼笑話 你說是用一個小時的演講 用直播方式 沒有字幕 普通話 然後講的內容 學生未必掌握 有用一些詞彙 可能學生都未聽過 這樣的情況的話 其實學生的反應 我相信大部分都會聽不明白 沒有興趣 感覺到沉悶 我們做教書 我們覺得學習其實是一種經驗 學習經驗 在今時他們可能收不到李菲所說的話 但是那個經驗就是 原來是沉悶的 原來是沒有意思的 原來中央講話是要這樣的 又或者殺了一個街市 整個直播出來 其實今後 如果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就避之側格 這樣的話 這種學習經驗 其實反而是一種負面的 我相信是懂得其反 昨天和李菲除了說 你對直播安排不同意之外 還有沒有說 有沒有機會再說到其他東西 有 都說了一些民主的問題 我都說了 香港的社會 其實都很珍惜我們的生活方式 比如說在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的情況下 我們那個自由 我們很重視 我們都希望民主能夠 向前邁進 我就大約說了這些話 他就沒有什麼回應 因為其實當時 那個都是一個 有其他人一起的圍住 並不是單對單 所以他也跟著 跟其他人有其他的話題插入了 但是我都希望能夠 大家盡量借機會 有機會的話就說 說了之後 能夠做到多少就得多少 你覺得算不算特別安排你進去 這次算是 這次的安排 我預先是不知道的 實際上我也不知道 我是唯一一個 這次其實有很多新聞界的朋友 都可能很奇怪 因為之前去問民主派 其他議員的時候 很多議員都說沒有收到那個邀請 絕大部分都說沒有 其實我為什麼會留意到有個邀請 就是因為說要直播 所以我就去問我助理 是不是有這樣的邀請 是不是有這件事 找到出來 什麼形式的邀請 邀請其實就是普通的一個邀請信 好像是一張卡 但是你知立法會議員 一天收很多這些研討會邀請 或者其他講座邀請 或者其他活動邀請 大部分議員都不會自己去過問去看 就靠助理來幫忙去看 看完之後 看有哪些是值得去看 這次其實如果是一個很想邀請立法會議員去參加的話 我覺得應該再加多句話 或者打個電話來 喂 議員 有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記者問回議員的時候 大部分都不知道有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整個安排 就不是很刻意地邀請 例如說立法業會議員 特別民主派議員 去參加這次的研討會 我覺得整個來說 都是一個很正常 很一般性的安排 所以我覺得這次見到李飛 都是一個比較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那個工作人員 就邀請議員進入去 大家就在一個休息室那裡 於是有這樣的機會 未必是一個刻意的安排 大家怎麼看打來聊一下 17231 17231 剛才葉建源就說了 對於這次學校有直播的這個安排 大家都打來講一下你怎麼看 17231 如果你特別是有小朋友 學校有直播的話 不妨打來 或者你本身學生 不妨打來講一下 不妨打來講一下 你自己第一身的經歷 17231 繼續有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 葉建源直播室 在這裡 說回學校直播方面 你來自教育界 這次你看到 有大概50間左右的學校 響應搞直播 你對於這個反應的比例 怎麼看 其實我一開始 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出來說 反對這個直播安排 因為這個直播安排 其實我覺得你稍微想想一下場景的話 你都沒有理由去贊成的 很多學生 正常上課可能都會有點欺負眼睡 你還要一個小時那麼長 然後如果直播後面的座談 就是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時間 要學生聽普通話 就是一個這樣的題目 我相信那個反應 其實我們昨天看到傳媒裡 都捕捉了一些學生的 欺負眼睡的情況 我相信如果沒有鏡頭在那裡的時候 那個情況可能還更加 未必是這麼簡單 可能學生之間 會玩一下都還沒頂一下 在鏡頭底下 我們管理學上面 有一個叫Hawthon effect 大家都會醒神一點點 即使多麼想醒神也好 但是誰摸來襲 都沒辦法頂得住 所以學生我覺得 在傳媒底下 表現這樣其實是很無辜的 因為其實這個情況很正常 所以我覺得這個安排 第一不理會 學生的學習的正常心理反應 其實我相信做決定的 已經遠離了學校的實際環境 所以他收到的 可能會覺得一個政治任務 就是基本法教育很重要 就是習近平A71的時候 有這麼說 一直是十九大報告 工作報告有這麼說 所以就一定要隆重其事 怎樣隆重其事呢 直播 直播的話 就沒有理會到教育的實際原理和一些原則 我想這個是變成政治話水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亦都不惜干擾了學校的正常運作 學校在那段時間做什麼呢 可能有些學校有測驗有考試 或者正常的課堂其實本身很重要 你調了它 為什麼你改變了它 其實那些課堂要上升 可能那段時間是學生的小息 學生可能沒有了小息 然後要補回小息 然後那些牽連 其實可能整個早上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當然希望老師能夠全導授業解劃 但是你把老師擺了一個很困難的處境 老師其實都不知道李飛說什麼 他預計不到你說什麼 我見到有些學校做工作址 那個工作址怎麼設計呢 就是憑空去設計 然後學生如果真的認真聽 然後問回老師剛才他說什麼 老師可能都不知道去到哪裡 在說什麼 他其實擺了一個非常困難的處境 他也可能解釋不到給學生聽 其實為什麼要做一個直播 更大的問題 我也是傳播了一個訊息 就是中央的一個大員來到 我們就去直播了 在香港歷史上 我們從來沒有試過 有任何的官員說話 我們要動用直播這種方式 學生是要聽的 這個做法我覺得全世界都很少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做法應該盡量避免 因為變成政治的意味非常濃厚 但是教育局一直強調的 這次提出可以這樣做 學校是有最終的自主決定的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提出了反對的聲音之後 政府做的反應 因為最初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覺得有問題 第一就是直播安排 然後我們發現原來教育局出了一個通告 這個通告不是給學校的 是給辦學團體的 辦學團體大家知道 譬如說一些資助學校的辦學者 譬如天主教 教會 慈善團體 慈善團體 教會等等 屬下可能有十幾二十間的學校 一般來說 如果涉及到學校教育的東西 你那個通訊應該直接給學校 由校長去回答 但是現在就是給辦學團體高的層次 就是給一些波士 這些波士當然有時候要避免教局 你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就要求辦學團體填回條 這個回條要寫明你的辦學團體 底下有多少間學校會參與這個直播活動 好了 報團體於是就會把壓力轉介到學校 學校 當然要聽波士說 我覺得這種也是非常不理想的情況 結果大家就覺得這個安排十分之差 我們就說不可以接受這件事 然後教局局長就說 其實那個回條就不一定要交回 於是令到大家鬆開口氣 但即使是這樣 都仍然有幾十間學校去參加這個直播 我覺得學校方面可能它有一些安排 我就不知道 但是可能因為辦學團體的壓力 可能都會導致到一些學校這樣做 OK 就這件事有聽眾打上來1723 就是在一起談的 我們先聽聽聽眾的電話 請見完大喜耳筒 我們先聽聽聽眾石先生怎麼看 早晨石先生 早晨兩位葉先生 你好石先生 我根本不是小孩 我是70歲的 昨天聽的那些年紀我大了幾十倍 但是我很奇怪 為什麼香港人有很多制定基本法 為什麼不找那些曾經制定的基本法 我會說白話 會說廣東話的人來講呢 我就發覺有一點點是擦鞋文化 還有呢 我自己本身告訴你 我是很愛國的 我70歲 你有沒有發覺他現在好像是家長式 這樣說給我們聽呢 我們70歲的人 我感覺就是 我可以告訴你 只有一國沒有兩制 現在現在這個年代呢 我們對小孩 我們對子女 不能夠用家長式 只可以跟朋友式 去跟他們聊天 這樣東西就是一個大的敗筆 剛才說辦學團體 辦學團體當然會贊成 為什麼呢 你辦學團體很多都是 老實說 很多都是組織 是要就教育署 就政府的 我一句說 昨天的辦學的講座 就有一些是擦鞋文化 明白 石先生的意思 先跟你聊天 多謝你 繼續跟我們嘉賓葉建源 先聊天 剛才就說到 你覺得直播就未必合適了 但是昨天你聽過李菲的講話 李菲主任的講話 你覺得值不值得 都要跟大家教 可能用其他的方式 你不用直播的 可能把精華拿出來 把要點跟學生說 其實這個方法 是一個最常見的方法 我們現在的老師 很多時候就會用 將不同的教材 戰緝 譬如說 變成一個 在課堂鋪排得好些 讓學生容易消化些 了解 譬如說 昨天的李菲的演講 可以選段 可以錄了它 然後再加上字幕等等 如果教育局想做的話 他就提供這個教材 給學校給老師去選擇 但是老師都會考慮 譬如說 剛才那位聽眾所說的 你在香港 有些人士 是可以用廣東話說到的 老師可能會選擇 究竟是哪一個教材好些 而且老師也可以想想 我想提供不同的觀點給學生 於是 我有幾個不同的片段給大家看 或者不同的角度 看同一件事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學校 可以有更大的空間 不過昨天我們也訪問過 其中一個有搞直播的學校的校長 他的說法就是 昨天的直播有一個意義 就是讓學生看到第一手的資料 然後他有一個印象 接著就可以比對現在 譬如當中媒體點報等等 有第二手的資料 可以作個比較 其實那個不一定是這樣 因為他要求即時的第一手資料 其實第一手資料可以隔一會 遲些我們才會處理 還有我們要這樣做的話 其實是犧牲了很多正常課堂的做法 好 還有聽鐘 還有陳小姐打上來 1723 聽聽陳小姐怎樣看 陳小姐你好 早晨 陳小姐 是 我覺得我跟葉先生的看法有點相反 因為我覺得 因為這個是精英風險 和精英法的主任 我覺得他是很清晰地說自己的一切 還有沒有看著那些學生 雖然那樣普通話 但其中很多學生都聽得懂 還有我覺得 你們應該要開放這個大道 他這次是要學校報上去 但是不一定說要有什麼拿權 而是在教育局那月 就知道哪個學生參加了這個 所以有什麼支援 我覺得不要從其他方面去想 第二點我覺得 其實那些學生 這次我看到他們的反應都挺好 有些學校85都贊成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很難得的機會 我覺得是應該給學生去參加 還有我們讀書的時候也是這樣 都是希望在學前 例如上課 在未教導的課本 我們自己看一次 到你學的時候 你會更加認真和深刻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好的開始 還有李斯菲已經做了很多準備 學生和成人方面 他有做準備 我覺得其實我看過程序 都不錯 只不過一兩個學生 黑眼神那些 我想那些學生 這麼多人當中 一兩個我覺得 不是一個大的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應該說 你應該多搞呢 即將來又安排多些 我覺得應該 但真的機會很明 中央官員就來香港 真是很少機會 所以我覺得參與其實是一件好事 即是我覺得給學生自己看到 聽到 因為很多時候在外面的宣傳都不同 結果發覺是什麼呢 他講得很清楚 是憲法就是他的根和原 其實這一點我覺得很清晰 我也覺得很認同 給我聽到 我自己都覺得感受是很深的 還有老師在這裏 他自己參與 對學生的解釋來說 都會好一點 OK 謝謝陳小姐 我覺得安排相當之好 再搞呢 你覺得怎麼看呢 會不會有機會再搞呢 你覺得陳小姐當然 我尊重他的意見 但是我想 我就不敢苟同 當然是 我很希望不要再搞這件事 其實實際上 對整個香港的觀感 都不是好事 一個中央大員去說話 接著是 學生要看直播 我想在全世界裡頭 都很少見到 有官員 譬如特朗普在美國 做一個重要演講 是不是學生會直播看呢 或者甚至乎 你在中國內地 我們的官員演講 我們都很少看到 全國的學生直播 我們看到 有一些個別的地方 可能會做這件事 但是全國做這件事 或者是全個城市的學生 都會做這件事 其實未必是好事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教育 不是要把政府的意見 看成為一個非常要隆重的 去處理的一件事 我想這是重要的 剛才說了很多 有關昨天直播的安排 接下來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之後 你們都會繼續討論 李菲主任講話內容的重點 其實剛才沒有機會 仔細談 稍後回來 我們會從法律角度看看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再談 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 今早請來嘉賓 就是在有出席基本法研討會 有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在這裡 昨天就聽到基本法委員會 主任李菲的講話 有幾大重點 當中就講到23條立法 今天傳媒都比較多關注 或者我們在跟葉建源再討論之前 我們就聽聽一下 昨天李菲怎麼講基本法 第23條立法 相信大家已經有目共睹 相信大家已經有目共睹 我這裡想強調 通過制定法律 並嚴格執行法律 來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當全面準確地落實 這是責務旁貸的 第23條立法 李菲主任就講到 是責務旁貸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該要落實的事 另外也講到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 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根和原 另外也講到 香港有些港獨 有人用歪理邪說來否定抵制 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的管治 也講到香港的青少年問題等等 我想問一下葉建源 昨天李菲講話之中 你有哪些印象深刻 或者你想特別回應一下 其實剛才有位聽眾說 家長式的訓話 其實也有些感覺 李菲自己本身演講的方式 我覺得是很平和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傳達出來的訊息當中 也不僅是昨天的訓話 是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可能都感覺到 有一種家長式的內臨 那這種家長式其實就是 我想回顧香港的歷史 在回歸的初期 就比較強調兩制 於是就說香港人的關注 就是大家一個很 或者內地都會重視 現在李菲來講的就是 我們中央政府的關注 我們中央政府的關注就是 國家安全23條 這些就一定要做 我覺得天平有少少調轉了 現在就將中央關注 變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香港人的關注又去了哪裡呢 比如說其實 講23條的時候 我們知道 李菲就會形容 這個是香港未完成的 一個憲制的責任 基本法律是規定了的 所以要做這件事 也都是維護國家主權 這件事是責務龐太 但是我們都看 基本法還有另一個憲制責任 香港政府是未做好的 就是這個政制改革 民主化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這個全面普選的目標 是在基本法律上寫了的 其實兩件事 其實如果要做的話 它都是憲政的責任 那為什麼呢 只是重視一件事 不重視另一件事呢 還有呢 如果有一個民主的政制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會容易感覺到安全一點 就是國家安全和人權之間 都可以併存 可以保障得更加好 所以當中央關注國家安全的時候 它有沒有同時關注香港市民 對民主的期望呢 不過它有可能這麼說 它說不是有831決定給了你 你們不要而已 那當然它有它的說法 它一定會這麼說 有回應你們政制的要求 但是大家坦白說 831是不是真的回應到 香港市民的要求呢 我想這個就是完全說不上 那如果說 因為根據你主任的分析 他就覺得23條未立法 而帶來的法律決委 所帶來不良的影響 大家都看到了 似乎都形容了一個迫切性在這裡 這個也都強調 這次就是政府責無旁 他要去做23條 你會不會覺得這次是一個硬任務 下來這一屆真的要出手 或者現在這一刻也真的要出手 似乎是 似乎是一個硬任務交下來 我昨天備課的時候 對不起 應該是前天 前晚備課的時候 準備去聽李飛的演講 他就看回習近平7月1日的演講 就沒有特別提到23條立法的 但是將國家安全的問題提到一個很高的位置 我相信這個也是北京的一個很重要的關注 我覺得我們不可以當看不到 他是很關注這個主權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明白他們的想法 但問題就是如果他們講這件事的時候 同時間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我覺得現在只是強調一國 對兩制輕視是令到香港的人有一種不安全的感覺 當中央是要求他的安全得到照顧的時候 他沒有留意到香港市民也有一個安全的關注 比如說我們的人權 我們的言論自由 我們的思想自由 我們的教育是否可以不受干預等等 這些我們都非常關注的 如果一國兩制同時得到關注的話 即是我們國家安全的問題你關注 而香港市民所關注的所有核心價值都能夠得到落實 而且這個也是我跟李飛當面講的 我們的核心價值能夠得到保證 以及我們的民主 我們整個社會也都繼續向前發展 我覺得香港的市民大家心情也都會平和很多 而中央所面對的現在那種他覺得的挑戰 其實也都會淡化的 所以其實現在過份是將一國壓倒下來 譬如李飛說的憲法就是根同源 我覺得都對的 從法理上 基本法的來源就是憲法三一條 所以香港基本法制定是跟憲法有直接關係的 你看基本法的時候 你要知道它的背景 但是同時間為何有憲法三一條呢 這個就不是純粹法律的問題 這個就是考慮到實際的我們的歷史問題了 這個歷史就是香港、台灣、澳門這些地方 他們都有一個不同的歷史的經歷 一個很長的在內地以外的一種不同的制度等等 要照顧這種情況才走出來 所以這個到現在 我覺得內地在處理香港問題的時候 要真的除了要求我們去認識國情之外 他們也都要更加關注港情 港情究竟是香港有什麼獨特性呢 補充憲法三十一條國家憲法 第三條說的就是國家在必要時 就可以設立一個特別行政區 是講這部份的 剛才就講李飛主任的講話內容 直播室繼續會有嘉賓就是教育界的立法會員葉建源 這個時候我們請到嘉賓在電話裡跟你一起聊天 就是有行政會議成員 也是知音大律師的湯家驊 湯家驊你好 兩位好 早安 先講講23條那裡 你怎麼解讀李飛的講法呢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和03年是有改變的 03年我相信大家都認為 23條的立法是沒有迫切性 雖然北京不是很認同這個看法 但是他們也沒有任何的資料 或者證據顯示有這個迫切性 但是到今天呢 北京就對於香港的 就是一小部分人的一種 就是分離主義的情緒呢 是感到關注的 也都可能甚至乎是擔憂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過去由白皮書開始到現在 國家主席來香港 加上最近李飛的講話 其實很著重一國兩制之中的一國的元素的重要性 李飛其實昨天的談話只有一個主子 就是一國兩制不是兩個單元來的 是一個整體的概念 即是說你有兩制呢 你就需要有一個 不可以將一國兩制的半腳石 即是一國兩制的基石 只是一種正確的看法 那從這個角度看呢 他們對於香港到現在都未就23條立法呢 是感到去到一個不耐煩的階段 當然呢 我們盡量希望香港是有一個良好的條件 甚至最理想的 甚至是我們有了這個普選 然後再去處理23條 但是就是形勢不讓人 現在的形勢未必會容許 就是這樣這麼理想的時序 可以跟著我們的想法去發展 所以未來23條立法會是一個 非常之尖銳性和會引起相當大爭議性的一個課題 我明白 剛才你的分析就說到 內地就覺得現在有相當迫切性要處理了 香港這裡呢 你怎麼評估香港的民情呢 香港可以處理這個問題嗎 我想香港大部分人都認同是需要處理這個問題的 但是呢 首先在政治上我們現在有個 極度的政治對立的情況出現了 老實說民主派和北京似乎是勢不兩立 昨天李飛演講 其實邀請所有民主派議員出席的 但是很怕 只是大葉建議員出席 我都盡量利用 即是早上查聚的時間 就帶葉建議員去建立李飛 大家可以有一些交流 但是這個是遠遠不足夠的 如果北京要和民主派建立一個互信呢 連大家見面都不想做呢 這件事情 就是某一種解決到 解決不到的時候 雙方的敵視 或者不了解 一直存在 我實在看不到在立法會上 你怎麼都可以 有機會可以通過到一條 民主派絕對不認同的法例 那即是怎樣 現在時機未到香港 我覺得今天來講 時機未到明年都未必會是 因為現在 大家可以看到 立法會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一地兩檢 以及修改議事規則那方面 如果你再加多一層 即23條立法 我相信 不要說立法會 可能香港人都承受不起 大大先形容中央不耐煩 但香港又時機未到 最終會怎樣呢 香港真的遲些才搞 還是由於中央有 我覺得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大家都應該明白 雙方都要扶起責任 雙方都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然後最後解決方法 當然最終 如果真是不幸地 我們是不可以處理到這個問題的 你難保北京政府 不會用內地的公安法 就是國家主要香港 這個會是怎樣做法呢 這個會是 他會把他放進附件三 即是拿國家安全法 很大問題 我覺得這樣都是香港人不願意見 我希望香港人明白到 其實在這些爭拗 在這些拉扯方面 最終受害的是誰呢 都是我們香港人 其實影響不了內地的 也不會應得到北京政府 如果真是將國家安全法 立入附件三 會不會違反第23條 即是要靠特區政府自行立法 當然會 當然會 但是我相信北京的論述 就會說 不是不讓你立法 但是你幾十年都立法不了 那怎麼辦呢 我又不可以不保障自己的安全 他會有一種說法 這個說法 是不是合乎憲法 合乎政治邏輯 合乎大家期望的態度 沒有人敢說 我相信未必會合乎 但是政治現實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中央都明言說 現在不耐煩 會不會我們香港特區政府 都有很大壓力要去做呢 雖然你說時機未到 我也有很大壓力的 昨天你也看到 政務司長出來說 最初他就說 要等適合時機 到了晚點 旁晚時分 他就會在五年內 會嘗試 你看那個壓力 不是那麼容易抵受的 那如果你身為香港人 根據你剛才的分析 你見到如果特區政府 見到香港形勢未到 都要搞23條立法的話 會不會令市民失望呢 因為剛才你也分析香港 根本未準備好處理這件事 形勢上未行的 會不會對政府失望呢 我的看法一向都是 我們要做一個合適的平衡 那麼做一個合適的平衡呢 我希望呢 例如23條可以分階段去進行 而期間呢 梅花間足地呢 我們都要有政改的進度 例如呢 就是做一個例子 完全有個人意見 跟特區政府無關的 例如呢 我一向都倡議呢 23條可以分開三部份的 一個部份就是直接威脅到 國家安全的部份 第二個部份就是國家機密 第三呢 就是跟外國政治勢力的聯繫 我們可以先處理了第一部份 令到北京對於香港的形勢 沒有那麼擔心 然後盡力去 在政改方面 是有一些進展 令到香港人也都同時間可以這樣安心 然後逐步逐步去推向最終目標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理想一點的時序 但是那麼容易做得到呢 民主派願不願意做這件事呢 或者做此之前 大家是不是有些最基本的共識 例如23條立法 是不可以削入到我們基本法第三章 所保障的核心價值和自由呢 那麼這些是最最最緊要的 最聚焦的問題 OK,23條可以拆,那普選會怎樣拆呢? 普選就不只是說普選特首的,大家都要明白 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當然有普選立法會 也有我們可否修改我們的選舉辦法 我們現在的選舉辦法令到議會政治勢力碎片化 其實也不是真的代表到整體市民的意向 例如選舉,我們是否可以用一些更加公平的 更加符合民主精神的比例代表制呢? 又或者是單議席,單議制呢? 其實這些政制改革,令到香港走向民主 一步一步走向民主,是有它本身的價值的 大家不要想想,只是說普選就只是說普選特首,不是那麼簡單 最後我想問到一個問題,就是見到李飛主任 昨天很強調中國憲法在香港的效力 你覺得有什麼含意呢?特別去強調中國憲法的地位? 李飛是一個律師來的,我也知道他幾十年了 他有很多地方的看法,跟我們香港的律師的看法 都不是相太太遠的 所以他只可以從一個憲制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解決了憲制角度的問題,我們仍要處理政治上的問題 但在憲法上,李飛的論點是無懈可擊的 大家是沒有辦法只可以質疑的 因為香港作為一個中國的一部分 當然是受制於國家憲法 基本法也沒有辦法只可以凌駕到國家憲法 還有一個權力的來源,也沒有辦法只去質疑 中央的權力一定是全面的,也是徹底的 而香港的權力是來自中央的話 也不可以去代替或者凌駕於中央的權力 這一點的憲制上和政治上的事實 是大家不可以質疑的 問題是如何在這個環境之下找到一個出路 好,謝謝你先湯家驊和你聊天 謝謝你的分析,湯家驊是行政會議成員 也是資深大律師的 繼續跟我們的嘉賓有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談談 剛才湯家驊提了,如何可以拆開23條 先做一部分,容易處理一些 又同步,又講政改 我想這個可能大家要慢慢去探討 用什麼方式去處理 這個是23條,現在所謂硬暗霧來到 特區政府也要想 林鄭昨天沒有回應到 究竟她在想什麼呢 我想我們真的要拭目以待 我們在民間那裡如何處理這件事 我們一直看法就是希望在一個民主整體之下 來處理這件事 所以其實最關鍵的一件事 就是如何能夠在國家安全和人權的保障之間 取得到一個兼容和兼護 李飛主任昨天也有些分析 也講到香港港獨的情況 也講到香港青少年的情況 他說令人痛心為香港有些青少年 不了解國家的民族歷史 不了解香港的前世今生 受到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去古惑荼毒 輕信了這些錯誤的觀念 即是講自決、港獨等等 你怎麼看李飛對香港青少年的分析 我想一方面她看到這些情況 但是我覺得在香港 我們也看到另外一些情況 就是學生或者年輕人 他們對中國內地 或者對現在特區政府 有很多不滿的地方 有很多不喜歡的地方 其實你迫不住 你迫不住的話 我們直播多幾次 或者有什麼規矩 你就一定可以回到你的心 其實有很多客觀的因素 我覺得如果他們真的想做的話 他們一一化解 一化解就包括了 如何能夠令到香港這個地方 譬如說一國兩制 是不是真正可以落實得到 我們在香港有一個高度自治 高度自治是我們的年輕人 會看到社會會有進步的 那個民主發展 和其他方面的發展 都會一直在這裏見到 我相信大家的心情會不同 現在很多時候 大家一壓下來的時候 那種反彈的心理其實更加大 所以有時候說 現在越講越走 譬如說現在很多交流團 資源大量放進去 但是其實效果是看不到的 反而我們看到很多反效果 這些情況其實 在中央也好 特區政府也好 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平常心 和想方法 而不是一味地用硬銷的方式 那怎樣教呢 如果具體的問題 交流團現在是一味地推動 給了很多錢 老師和學生都未必很想參加這些交流團 不是自願的嗎 不是舉手 很多都不是自願 好的 有些是自願的 家長也很開心 學生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他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如果我們以前做交流團 很多時候說 老師是有輕致勃勃 我很想大學生去做一件事 這件事是對學生有益的 學生也都是 譬如說 我現在是一個樂團幾個交流 樂團去做交流的時候 那個內容是他很有興趣的 所以其實每一個團 每一個學生 每一個組合 其實都有他一個獨特的需要 現在不是 現在是因為鋪天蓋地 鋪天蓋地的時候 總之我的題目 你就要去吧 你去參觀炮台 但是學生可能 其實我還未必有興趣 在當下 效果其實就打折扣 還有就是 其實很多學生 一個深圳河就發覺 咦 我的生活就改變了 我本來一直想開Facebook 相信不了 其實他那個 我們以前知道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有另外的東西 我們想去看 於是我們就可以 容忍一段時間 我們壓實去某些事情 但是如果 一般的學生 他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的時候 效果其實會大大自然 但也知道 學生上去前都聽過 譬如上網有不同的那些都知道 知道 於是他便實際經歷到 實際經歷到的時候 那個感受就是 那幾天其實是行不安 成不在 那個結果其實就是 印證了他們一個 不是很好的感覺 好 最多感謝我們先 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 葉建源出席 千禧年代 我們稍後香港電流第一台 繼續有千禧年代 都會繼續講講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 李飛昨天講話的內容 聽眾怎麼看 學校的安排又怎麼看 歡迎打來 172311 我們稍後香港電流第一台再談